监管风暴之后,大数据运用及定价权等核心价值受到破坏,大部分港股只会有得炒无得错。 可视已不者接触所见,相当多投资者尚未能接受现实, 还是奢望可以用时间补救仓位,打算采取糖尿战术不理357年, 希望强势企业业务自然增长,届时就会反映在股价之上。 决定股价有两个因素,分别是公司盈利及股值, 相比之下,股值的重要性远超于盈利水平。 看看中移动00941及联想00992等迷失股典范, 即使今时今日的盈利水平远超适日股价高峰, 可视市盈率就跌了一大截,长情投资者一样无得赢, 纯粹靠收息过着日子。 科网股市盈率必然要大跌,因为以前想象空间无限, 掌握数以亿计用户的数据,可以衍生各样商机, 而事实上企业也惊喜不断,规模越做越大, 股价一路水涨船高,于是大部分投资者越坐越安心, 根本不用废心去打理,股东基础坚实, 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提升公司的估值水平。 失去想象空间之后,就要show me the money, 变成由核心业务的盈利去支撑, 就算环境未变得今日的恶劣, 核心业务的增速通常也不会太快, 所以估值水平一定不高。 现时中资科网大股明显已京东09618最强, 除了契妈加持之外, 就是因为估值够低, 又不似阿里巴巴09988失去云业务的憧憬。 不过即使受到市场中爱, 也不要期望京东重演长升长有的场面, 投资者心态已经改变, 不再相信企业有能力长期放送惊喜, 高位一定要食糊。 人人想着炒, 股价变境极有个谱, 铜鸟战术多数行不通, 上一个十年, 有无数银行股, 资源股及电信股苦主前居之监。 股民要继续换港股的话, 就要有纪律, 放下身段去做一个投机者, 在高位肯食糊, 看菜又要够狠斩仓。 不少人嫌贵, 认为转头外为舍张, 可视当地企业就是有想象空间, 以及愉快的股东基础去顶住股值, 除非出现基本面的重大改变, 否则会长期偏贵。 想贪图安日, 反而应该和全人类继续围炉。 基金持有京东及阿里巴巴。 中文 Spa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